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脑瘫是什么原因倒入的 因为脑瘫跟脊脏力过高是有很明确的一些相关性 脑瘫就是在我们微产期生产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一些老神经受损 比如说是一些颅类感染或者是早产或者是狂胆 这些就是出现了一些老神经受损 导致了就是我们运动神经系统出现了一个脊脏力过高 就会出现了我们所临床表现的就是手和脚的强直 进卵抓握困难 还有就是手指不能分开 还有就是交叉腿 颈走脉步这些都很困难 特别是紧张的时候这些症状尤为明显 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就要去医院做一些相关的检查 通过一些相应的治疗 是能够让那些脊脏力患者 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 康复啊恢复啊做一些就是治疗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么对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些团队的 就是这些团队的难道 是这样的那种医院 就是这样的团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